為了要讓台南餐飲業者 可以廣東為衛生飲食品質 還有家庭的環境來打招 幾乎衛生協是洗手基盤 兵鑼的活動 今年總共有339公斤 在到衛生優良的認證 而且還有53公斤餐廳到獎 不然是為民眾健康做法官 其實也是提供有這個選擇 廣東為何美食基盤的情侯 其乎衛生協 洗手幾百年度 衛生優良認證和家庭餐廳的受盡活動 其乎人共同來修好台南米市基盤的情侯 提供無論是在地民眾 也就是說外地有客一個有一個好選擇 不管是低碳餐廳認證 或者是這個相關的食安認證 我覺得其實就是對消費者 進一步的保障 尤其台南作為美食之都 不能圖有美食沒有食安 食安還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對於關於食安食品安全 包括食品的履歷 或是包括整個料理的過程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說 能夠進一步 衛生局能夠進一步 為消費者把關 也為所有的市民把關 其實總共有339件 店家得到認證 另外還有53件的 計劃餐廳在中受証 也在那些人台科技大學 裡面工辦了辦發電禮 每個店家時間 可以有好想 核心交流的機會 比數都可以越來越好 台南是作為一個低碳城市 它的餐廳也能夠成為低碳餐廳 這是我們樂見的 而且對於食安的認證 不僅是安全 我們還要做到少油 少鹽 少糖 也就是說吃得美味 吃得安全 也要吃得健康 這點是我們希望說 下一步能夠進一步做到的 台南在很多人的印象當中 最佳有名就是各種的美食 現在再度加上了政府的力量 透過受情的方針 來讓有這個動作 名聲可以進加鄉良 不僅是為何名名 竟是可以保持品質 記者可說明英雄副財宏報道